6月16日,由华谊兄弟时尚主办《梦想至上,为你新生》 2017新兴盛典总决赛在上海举行 王中磊率一众明星评委坐镇总决赛现场 超过百家媒体争相报道,共襄胜举 据悉,这场跨越时尚圈与演艺圈的顶级赛事 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重量级的评审团 除了体现比赛的公平性和选手风格的多元化 还将助梦年轻选手 而实力新生代歌手郑兴奇也现场宣传起极光来 因为极光是一种很不容易看到的一种自然现象 那一切都是需要你去寻找,然后需要你去等的 那我希望通过歌曲能够传递给大家一种正能量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极限追光的精神 然后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中国知名导演王月伦现场透露 自己也很看好新生代的年轻演员们 新作品《中评》也会融入新鲜元素 可能跟我以前拍的时候的喜剧都不太一样 那个演员的选择上了这一次 这次也是比较 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它也是大人小孩都能看的一个 比较何嘉欢的一个魔幻喜剧 所以我们那边有很年轻的演员 然后也有一些 可能是已经当爸爸的一些 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喜剧演员 不会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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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